公元1399年 朱蒂诱骗张炳谢贵二人到王府 把二人杀害 朱蒂的护卫指挥张玉 朱囊等率兵连夜攻下九门 完全控制了北平城 此时朱远文的更关制和薛藩 给了朱蒂造反的借口 朱蒂引用祖训以清军策 朱奸臣齐太和皇子成为名 发动了静难之役 在静难之役中 燕军和朝廷军打了个大大小小上百场的战役 有输有赢 燕军在战场上并没有占有绝对优势 朱蒂还多次写些丧命 幸好次子朱高旭相救 公元1402年 朱蒂和朝廷军在宿州交战 朱蒂失利 将士们想返回北平 朱蒂的皇帝们将要破灭 幸好大将朱囊鼓励驻将说 驻军免疫 汉高实战而久不胜 族有天下 岂可有退心 这样一来 朱蒂才算稳住了军心 此时朱远文听信左右之言 认为燕军将要北归 警师不可无良将 于是 面令徐辉祖军队撤回 本来应该加强进攻 一举打败朱蒂 徐辉祖的撤回 留给了朱蒂反扑的机会 果然 朱蒂抓住时机 发动反攻 在灵弼大败朝廷军 朝廷军精锐损失惨重 由此 燕军士气大震 一路高跟猛进 下扬州 自刮州渡江 进攻京师 六月 古王朱慧和李景龙 开车门投降 宣布朱颖文时代结束 朱蒂成为了 大明王朝的第三位皇帝 朱蒂以藩王身份 凭借武力夺取国家政权 这在中国传统王朝中 是少有的一例 朱蒂能够取得成功 可见他的雄才大略 和军事能力之高 可是 就是这么一位 雄才大略的皇帝 却在一件事上面 犹豫不决 迟迟没有做出决定 朱蒂即位之后 很多政策都随即展开 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却迟迟没有做出决定 那就是让谁 来继承他的皇位 立太子 这是一件 很让人奇怪的事情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立太子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那时候叫立国本 比如周延璋在建立明朝后 马上立朱镖为太子 确定国家政治风向 培养太子的能力和势力 可朱蒂并没有这样做 将近两年时间没有立太子 朱蒂为什么迟迟没有立太子呢 心里在犹豫什么 或者顾虑什么吗 据史书记载 朱蒂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大儿子朱高赤 次子朱高絮 三儿子朱高岁 朱蒂的这三个儿子也各有特点 朱高赤的性格像朱镖 喜爱安静 但身体肥胖 不善其胜 次子朱高絮 善于骑射 高大魁梧 身上若有龙龄树片 朱蒂觉得朱高絮 最像年轻的自己 三儿子朱高岁 是一个精明之人 很讨朱蒂喜欢 在这三个儿子中 朱蒂最喜欢朱高岁 最器重朱高絮 最不喜欢就是朱高赤 这样一来立太子 就会出现了问题 朱蒂预立朱高絮为太子 可是又不能忽视朱高赤的存在 这也是朱蒂犹豫不决的原因 有了二年 经过两年深思熟虑 权衡律毙之后 朱蒂宣布要立身体肥胖 行动不便的大儿子朱高赤 为太子 而放弃了立战功赫赫的 憨王朱高絮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戚难之意中 朱高絮表现英勇 总是冲锋在前线 朱蒂也很喜欢这个儿子 在白沟河之战中 朱蒂战败仓皇逃走 朝廷军紧追不守 眼看朱蒂就要性命不保 朱高絮带领的骑兵 突然前来之远 朱蒂得以活命 在战场上 朱高絮多次救了朱蒂性命 朱蒂看着身材魁梧的朱高絮 亦是高兴 就说了句 免知世子多吉 这样一来 朱蒂似乎是许诺 打下天下后 要立朱高絮为太子 而不立朱高赤 可是 最后还是没有立朱高絮 因为朱高赤的功劳也不小 在驻守北平时 以一万老弱病残之兵 抵挡住李建龙的五十万朝廷军 抵挡住了朱蒂的老朝 其次 朱高絮身份更合法 支持的人更多 这些都是朱高絮无法相提并论的 立朱高絮不立朱高絮是一道之中 也是一道之外 红武二十八年 朱元璋立朱高絮为燕世子 朱高絮就成了朱蒂位置最合适 最合法继承者 这样一来 只要朱高絮还活着 就轮不到朱高絮来继承皇位 那么 假如朱蒂动用皇权来修改规则 镇压那些反对者 坚持立朱高絮为太子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立朱高絮为太子也就意味着 朱蒂把敌长子继承制给废了 把传统的立老大惯例给废掉了 可是 敌长子继承制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根本 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础 假如朱蒂把这个制度打破了 那么就意味着以后谁都可以当太子 只要他是皇子身份 那时天下将会是兵荒马乱 兽族相残的戏码会天天上演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做斗争 而且出师有名 其次 立朱高絮也就意味着 朱蒂把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礼法 给废掉了 这不仅会影响天下百姓日常生活 也会降低朱蒂的权威 朱蒂在发动静难之役时引用了祖训 现在却违背了祖训 天下之人会怎么看呢 当时朝廷内外关于立太子仪式分成两派 一派是主张立朱高赤 一派是主张立朱高絮 主张立朱高絮是以齐国公 丘服为代表的武将集团 支持朱高絮的大多数是跟着他一起 出生入死打战的武将 可是朱高絮的支持者就不一样了 不但有武将还有文臣 而且是绝大多数的文臣都支持立朱高绮为太子 比如金钟 黄淮 谢晋 尹昌龙等等 马上打天下 而不能马上治天下 国家正常运行还是需要文臣的协助 朱蒂要是立朱高绮 朱高绮为太子 朱高绮善武 军臣关系会不会和谐 就成了一个未知数 而且 此时立朱高绮会有一定几率和金钟 黄淮这一群的大臣闹翻 那时候就很难处理 当时朱蒂皇位的合法性是一直受到质疑的 为此 他进行了刮慢超市的严刑峻法 处理那些反对他即位的大臣 同时 朱蒂还大量刺杀建文时级大臣 如果再处理支持朱高绮这批大臣杀个金光 那明朝将会面临无人可用的境地 没有干练的文臣来协助管理国家 这样一来 立朱高绮为太子的代价就小了很多 只要提高朱高绮的地位和身份 从中高政治平衡 事情就迎刃而解 而且朱高绮是一个文人皇帝 军臣关系必定是和谐的 有利于明朝的发展 朱蒂立朱高绮为太子的代价是很大 但是在封建时期 皇权是至高无上的 也就意味着皇帝可以主宰一切 完全可以动用皇权来解决这些问题 坚持立朱高绮为太子 可是朱蒂并没有这样做 除了不想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之外 他也有一点私心 朱蒂不喜欢大儿子朱高绮 这是听小姐知道 但是朱高绮有一个儿子 很讨朱蒂喜欢 那就是朱瞻基 朱瞻基也就是后来的明宣宗 永乐七年从信北京 练官农具及田家衣食 做物本训受之 八年成祖征沙漠 命留守北京 九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孙 使冠 自是寻信征讨皆从 长命学士胡广等 集军中为太孙讲论经事 梅宇仁宗曰 此他日太平天子也 仁宗即位 立为皇太子 朱蒂是非常喜欢朱瞻基的 早早就把他立为皇太孙 当时朱蒂无论是进行 北征还是前往北京巡视 都带着朱瞻基 让提前熟悉国家政务 朱蒂不喜欢朱高赤 也从来不培养他的才干 但是朱蒂对朱瞻基 却很上心 花了大量的心思来培养朱瞻基 朱瞻基也不负所望 在政治和军事上都表现得不俗 而且才能很高 这样一来 朱蒂就更加喜欢这个孙子 想把皇位传给朱瞻基 可是不利朱高赤就无法传位给朱瞻基 朱瞻基无法继承皇位 这一点是朱蒂无法接受的 就算朱蒂再怎么宠爱朱高许 也接受不了 因为他更喜欢这个孙子 朱瞻基 有了二年 朱蒂还在对太子的事情犹豫不决 支持朱高赤的文臣 已经开始行动 谢进等人开始制造舆论 当时朱蒂曾命群臣提 虎标图 图中有一只大老虎 与几只小老虎相互打荡的场面 谢进提笔写道 胡为百寿尊 谁敢出其怒 唯有父子情 一步已回顾 朱蒂被深深地打动了 于是将朱高赤炸回北京 关于立太子仪式 最终在谢进的一举 好圣孙中落下帷幕 朱蒂在永乐二年 立朱高赤为太子 立朱高赤为太子 是朱蒂经过深思熟虑后 选择了代价最小的方法 有利于大明王朝发展 同时也有着朱蒂的私心 传位给朱瞻基 朱高赤是历史上 获得好评较多的皇帝 根据明史记载 朱高赤不仅停止兵革 大力发展生产 而且还从善如流 轻于正式 最终他为后来的人群之志 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过可惜的是 朱高赤在位时间实在太短 从1424年9月即位 到1425年5月去世 前后还不到一年 名人宗实录 名史人宗记 等官方史书 对于朱高赤死亡的记载 都是无极咒崩 没有疾病 怎么会死呢 这一点 让后世猜测不已 那么 朱高赤是怎么死的 今天我们来 一探究竟一下 一 朱高赤 谋杀说 朱高赤是朱弟的长子 自小性格沉稳 这与他父亲的形式风格 截然不同 也许是从小洗净 艳动的关系 朱高赤开始了横向发展 有记载说 朱高赤的体重 足足超过三百斤 甚至需要两个内侍穿服 才能够行动 对于一生推崇武力 并且长相俊朗的朱弟来说 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胖儿子 显然并没有遗传他的良好基因 朱弟不喜欢他 喜欢无论外貌还是性格 都更像自己的二儿子 朱高赤 不过由于深得朱元璋喜爱 朱高赤在很小的时候 便被亲定为世子 这让朱高赤颇有不符 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更好的那一个 朱高赤在后来的近代战争中 奋勇杀敌 还独自营救朱弟 这也增加了他几位的希望 朱弟成敌之后 朱高赤正式加入了皇位的竞争之中 在朱高赤已经被定为太子的情况下 朱高赤曾独自进产 诬告太子失德 在后来朱高赤监国期间 朱高赤又诽谤他 未能完成皇命 可以说朱高赤是世界上 最希望朱高赤死的人了 不过 如果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 却又证明了朱高赤 并没有谋杀朱高赤 在朱高赤死后 朱高赤曾专门派员半路截杀 从南京赶往北京奔丧的朱高赤儿子朱瞻基 而且最关键的是 由于准备仓处 朱高赤的截杀计划还失败了 假如朱高赤谋害了朱高赤决心要抢皇位 那么他从山东赶往北京 肯定要比朱瞻基近得多 最起码 他不会由于准备仓处而导致截杀失败 也不会在后来搞得自己那么狼狈 因此朱高赤谋杀一说 并不成立 二朱瞻基谋杀说 史书中对于朱高赤的死因之字不提 这就让纪念的皇帝朱瞻基 有了篡改史书的心意 不过朱瞻基谋杀亲爹的可能性显然不大 朱瞻基本来就是皇太子 这个江山迟早都是他的 在朱高赤即位还不到一年时间内 朱瞻基没有理由 急不可耐地谋杀自己的亲爹 此外 在朱高赤胡适丹丹的情况下 朱瞻基也没有理由谋杀朱高赤 因为那样一来 朱高赤很有可能 逼他先赶到京城 朱瞻基不可能把自己置于被动之中 三 遗传病说 自朱蒂以后的明朝皇帝 很少有能活过四十岁的 哪怕是活得较长的明神宗 也没能活过六十岁 但奇怪的是 朱元璋和朱蒂两父子 却都活过了六十岁 这就意味着 很有可能从朱高赤开始 便代代患上了遗传病 从徐达报病而亡 再到他的女儿也就是朱高赤的母亲徐皇后 只活了四十多岁来看 遗传病有可能是来自于徐氏家族 不过这也仅仅是一种推测 如今已经无从考究 四 纵欲过度而死说 朱高赤在位时 大臣李时勉曾专门上见 规劝他不要沉浸于女色 而朱高赤看了奏辙后相当生气 当即命令对李时勉处以大刑 而在《名史罗乳静传》中 有记载朱高赤曾因纵欲过度 患上一些生理疾病 为此 朱高赤服用一些精丹药食来治病 有可能他纵欲加之药产生猝死 五 心脑血管疾病猝死说 早在静难战争中 朱迪为了鼓励朱高赤卖力杀敌 就曾专门对他说 免之势子多吉 从这个可以看出来 朱高赤的身体确实是比较虚弱的 事实上 朱高赤体型过于肥胖 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属于典型的三高人群 这样的人 得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可能性非常大 同时 他又兼顾多年 劳心劳力 他即位之后 发布了多项政策 可以说是为国家发展 操碎了心 本来身体就不好 再加上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劳累 所以猝死的可能性肯定非常高 为国家发展 去年人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